最后就大概做几个图 这个美元折线图画出来 这样感觉蛮好 人民币折线图 然后最后有个删图 删图就是把这些图都删了 不然一直一堆 然后最后全部折线图 按一下 这边就可以产生各种汇率的变化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每个汇率跟汇率之间 其实有一个联动性 比如有一些好像比较跟美元联动 有些可能跟欧元联动等等的 有的可能是比较早 它会下跌 它之后也会跟着下跌的话 你可以预测一下 大概就是一个大概的趋势 只是这个资料量还不够大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话 其实另外有个网站 在我云端上面其实也有放 只是说它的抓的方式又不太一样 我记得好像在这里 这个奇交所外币的历史 它这个好像有十年 就是十年的历史资料都有 可是这个的抓的方式难度又更高 就这个网站 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 它是个网页 它不是CSV 那它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变化 变这个2024 那你可以直接去改它的那个日期 然后一整年的话 它好像目前只能抓 一次只能抓一整年吧 我记得如果超过它 好像会警告 所以27好了 比如这个没有超过一年 送出查询 它会给 一整年的哦 这么多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 就是设一个条件 把资料丢出去 那好像最早是不会限制 一整年 不过后来有加条件 好像会 我看26好了 这超过一年 有没有 不可超过一年 你说老师 那不是说十年吗 没关系抓十次 丢一个条件 抓一次 丢个条件 抓一次 可不可以啊 这我试过 没有问题 可以抓十年 然后你可以把它分析一下 哇 那你这个历史资料够多了 我想你这样 应该更保险 你也比较知道 最高点跟最低点在哪里 低的话 不会低过哪里 所以那时候27块 我都觉得可以买 那时候就买这大堆 放着你看 哇 32块就把它卖掉 对 你看 这样就多少钱了 对 你买股票 也不见得有这么多的差距 而且反正你定存放着嘛 你就定存放 放 放 等到它高的时候 我也不贪心 反正我31块 我就把它卖掉 我没有说 我一定要32块 我31块 我够了 我就 也不用太低 27 28块 我都觉得可以买了 对不对 29块也可以买啊 并不是很贪心的人 对不对 我们赚个一块 两块就跑了就好了 这样总的安全吧 可是你有容易满足啊 本来你那么多要干嘛 对不对 而且你每天还提心掉 每天还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点一点点你就心很痛 对 然后长一点也很开心 那你每天都波动 就是因为这东西在波动 管它的反正就放着 掉也没差 对不对 你多一点 只是数字上好看而已吧 对你 如果你没有花到就不是你的钱啊 除非说你赚了你马上把它花掉 用在你身上 对不对 那你不可能啊 没有这种人吧 你赚 你也还是会想说有些地方 钱可以花吧 有些东西不是物质上的快乐啦 有些东西物质反而不一定真的得到真的快乐 那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把这个部分把它完 所以今天主要记得就是全部折线都还没讲完 记得最后一定还要另存心档 记得启用聚集活业部 下礼拜要交一个作业 所以 因为我们下礼拜最后一直上课 如果你下礼拜实在交不出来 没关系 你可以跟我讲 然后你就是在之后 大概也不能太久 因为好像要打个成绩吧 然后呢 你再用email的话 寄给我也可以 你就补教一下 OK 如果你想要做的东西相对复杂的话 那没关系 可以再花之后的时间 所以老师你下礼拜上各位开头一番